郭台铭被美国总统拜登打脸富士康斯康 百户房屋被推平 威州富士康球形主楼当地大笑话 郭台铭商人水准盖棺论定 美国总统拜登8日赴威斯康星州竞选造势 宣布微软投资又讽刺川普与郭台铭在该地动土 拜登说川普口中世界第八大棋永远不会实现 富士康 Fox 最终成骗局抗 郭台铭最后一笔大投资被美国总统称为骗局诈骗 真是商人最大的耻辱 我们先来看拜登用的这个词抗 根据线上中文 繁体 翻译 剑桥词典 抗词意为骗 诈骗 红骗 通常指钱财 To make someone believe something false usually so that that person will Give you their money or possessions 郭台铭的Foxcon 1集富士康 被拜登说成抗 当然是取谐音 让我见识到 这位80级老白人的幽默 还押韵呢 其实郭台铭的Foxcon 1集 当初取名当然与抗无关 据称是郭台铭喜欢Fox狐狸 一开始又做的是连接器connector 两者结合才有Foxcon 1集 接下来我们看拜登说的什么话 以下 in the USA today Are you kidding me? Look what happened They do the holy thos Golden shovels and Lenny fell into it Biden added Foxcon turned out To be just that account Go figure 简单说就是 拜登嘲笑川普与郭台铭 拿着金铲子挖了个洞 然后掉了进去 Foxcon就是一个骗局 联合报报导提到 拜登表示 川普当时承诺 Foxcon要投资100亿美元 并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他们手持金铲来这里挖了个洞 然后自己就掉进去了 拜登说 川普放眼打造世界第八大旗 结果是百户人家的房屋被推平 浪费数亿美元的税金 来许下一个 不会实现的计划 富士康最终成了一场骗局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拜登还特别提到了 百户人家的房屋被推平 我2019年就拿这件事 与共产党强拆房屋 给富士康相比 文章分别是 1.没有强拆就没有富士康 郭台铭让美国与共产党 消灭合法农地农民 另类得经清除低端人口模式 2.富士康市长郭台铭是消灭中美农民农地推土机到美国为盖富士康新厂 有家庭在感恩节前三天被要求搬走 我在2019年5月20日提到 郭台铭灭农地造证明文中国 有富士康市长威明 除了官员征地打死63岁老农外 美国之音说富士康美国盖新厂 居民抱怨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 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 有家庭在感恩节前三天被要求搬走 越战退伍老冰冻说 环乐山今天能有这样的景况 靠的是农民 但现在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只是把土地给富士康 这叫人忧心 对不起 这真叫人忧心 这些人们 他们尽其所能地耕种 他们的土地 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 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 这片土地的意义在这 这不是由你们来决定 也不是由任何其他人来决定的 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 交给一家外国企业 拜 请告诉我事情并非如此 韩战退伍老兵非议美国人 El Gardner说 协议当中 虽说要提供退伍军人 3000个工作岗位 但这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来讨好富士康 到头来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他批评这项计划 对当地居民将是必大于利 从人们手中夺走他们的所有 在考虑时不包括某些人 然后政府就说 富士康很棒 对我来说并不棒 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棒 当时韩战退伍老兵非议美国人 Albertny就说 富士康永远都不棒了 现在更成大笑话 世界新闻网报道 说好的投资 威州富士康球形主楼已成当地大笑话 里面提到 华游报道 这个球状建筑已成为当地笑话 传出 可出租给宴会或活动使用 华游去年报道 为了富士康建厂 百户人家被迫搬迁 但到目前为止 那些被控出来要建造厂房的位置 空无一人且杂草丛生 我真为韩战退伍老兵非议美国人Albertny感到悲哀 你们的房子到现在还是空无一人且杂草丛生 富士康要你们的地做啥 而且根据报道 鸿海的回应如下 鸿海则回应 威州厂区是制造资料伺服器的关键据点 当地员工数超过1000名 鸿海在威州投资规模达10亿美元 持续追求与当地社区一同成长契机 韩战退伍老兵非议美国人Al Gardner说 协议当中 虽说要提供退伍军人3000个工作岗位 请问 目前威州厂区的千余名员工 有几人是退伍军人 难怪拜登总统会说 富士康是抗 关于富士康与郭台铭 我已经写过很多了 我提过N次 韩剧商道中 有剧名台词 商人没有比失去信誉 更大的损失了 当美国总统拜登 认证富士康是骗局抗 郭台铭此生的生意人风平 就此盖棺论定 我相信 美国人绝对不会被富士康抗第二次 美国总统也不会被for me twice了 当然 会被抗的台湾人就非常多 例如国民党五年前听信 我会支持国民党内胜出的候选人 然后郭台铭死也不支持韩国瑜 国民党一年前听信 我会支持国民党内胜出的候选人 然后郭台铭死也不支持侯友宜 到底有多蠢 或有着看到金牛就下跪的本能 才会被一看再看 郭台铭搞了连数参选总统 一堆帮他的人被起诉 然后国民党三天两头说 郭台铭是蓝军重要一份子 也是中华民国重要资产 包括柯文哲也不断地说 郭台铭是他真朋友 未来值得观察的是 美国总统已经公开说 富士康是抗 国民党与柯文哲 未来还会爱郭台铭吗 我跟你打赌一分钱 选举一道 郭台铭又绝对会是很多台湾人 此生挚爱了 Black Jacker 2024年5月9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